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晚安 一個禮拜又過來了 老師 腳漸漸康物了 但是還是不宜久戰 所以好朋友一不容辭的 再來救援 再來治癌 上禮拜的旁金爆香包 把醫院非常熱烈 趁盛追擊 再來一個更夢幻 我這時候覺得很難 可是盧卡老師說不難 所以說不難 請守在進度前 仔細的觀看 同時我在前夜也講 今天如果你想再加碼烏龜泡物的話 就請你們整個刷整條的愛心 盧卡老師要分享 這樣子我來跟烏龜泡老師商量 再加個烏龜造型的包圍好不好 當然是賺得到 好 那我們把盧卡老師在旁邊了 我們要請盧卡老師來示範 在我們泡沫之前 來 哈囉 跟我們打個招呼 然後呢 我順便呢 讓你們看一下 我們做的櫻花酒已經完成了 三個禮拜 它的櫻花已經快變黑 顏色變色了 變黑的時候 我就把櫻花過濾出來 過濾出來之後不要 然後呢 這就是粉紅色櫻花 我把它稱作櫻花醉 醉人的醉 這櫻花醉 那我們來請Lukis來 哈囉哈囉 嗨 謝謝各位老師的粉紅們大家好 嘿 我又來了 歡迎歡迎 因為那個老師訊息問我的時候 我跟他說你只要可以安心養傷 那都沒有問題 那都小事 所以今天呢 承接上次大家不敢平 喜歡那個黑糖爆漿的浮誇感 所以今天呢 再幫大家帶來一個 一樣很簡單好做 但是視覺效果很好 而且你可以預先做起來 拍對前拍對手就好 對 它其實真的很方便 而且其實 泡芙的應用真的蠻多的 今天只是其中兩款而已 我媽沒有 像你如果到聖誕節 有些人的那種聖誕泡芙 不是堆成一顆聖誕樹 還拉糖絲這樣子圍一圈有沒有 很漂亮 所以泡芙的應用變化是蠻多的 OK 我只會做最基本的那泡芙老衣 然後看到你這個天鵝 那脖子怎麼彎啊這麼厲害 今天看到基本的任意 老師你後面就都會變通了 只要基本的體會就夠了 Lukas老師說做法不難 那我們就交給Lukas 我在旁邊站 翹腳休息 今天有插指節還用嗎 沒有 還用 你又忘記了是嗎 要徵求現場來幫老師 下一個粉絲 好 今天很簡單 我們今天的泡芙大概是 帶來六顆天鵝泡芙的分量 所以你只要準備小小的平底鍋 小小的平底鍋就夠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今天講話是不是會稍微放慢一點 因為我一向講話就是像機關槍一樣 所以我會把速度放慢喔 那你看我們今天只要這裡 有一個小的深的平底鍋就可以了 我在家裡就是用一個尺寸更小的銅鍋 你不要覺得說 欸這這麼小的份量做出嗎 可以 我們今天可以做六隻天鵝泡芙 然後等一下我們看現場的時間 也許我們可以同步來做 進行我們的這個小烏龜的泡芙 那我今天呢 要刷整個外勤 要刷一排 在愛心才會加碼 大家努力算還行 好 今天大家準備呢 就是說我今天用的這個麵粉呢 先告訴大家 泡芙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最好相處的點心 所以呢 你用什麼精度的麵粉都沒關係 欸就是說中筋低筋都可以 隨便你家裡剩什麼用什麼 啊 高筋也OK 可以 我今天再來就是高筋麵粉喔 是喔 等一下給大家看了 預作好的成品的泡芙 也是用高筋做的 因為就是要證明它什麼精度都很好配合 因為泡芙它是燙麵式的麵糊 所以其實它精度已經燙死了 所以不管什麼精度都不影響它的膨脹 泡芙的膨脹是靠打進去的蛋汁 但是它在你的烤箱裡 因為水蒸氣的時候 往上撐 因為那個雞蛋裡面有水嘛 然後它是往上撐的時候形成那個蒸氣的空間 所以才會烤成那個中控狀態 所以呢 不管什麼精度都沒關係 那我們稍微擴篩一下 好擴解了齁 所以很方便 就是泡芙對我來講 是一個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在轉角便利商店買得到的東西 所以三天半夜想做都可以一般 哎呦 你是什麼都水水便便都可以 欸 便利商店光一圈你都會覺得好多東西可以做欸 好 我現在先來開這個小火 然後呢 今天有人會用牛奶 但是我覺得不用 我用水 然後再加上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一般泡芙裡面就是 會用那個奶油跟牛奶下去煮對不對 那我告訴大家非常簡單 其實泡芙的外殼 你不一定要用奶油 沒有的時候任何植物油沙拉油都可以 而且這樣子的殼 它因為這個油的水分沒有 奶油畢竟有水分吧 你的殼反而比較不容易回潮 對反而是植物油做出來的泡芙 比較不容易回潮 所以 因為它裡面沒有那個 乳脂肪在裡面 所以呢 我會偏好用水跟植物油 那我今天的這個粉呢 不管你是中筋高筋低筋都只用了 35克一點點而已喔 然後呢 這個油 不管你是用奶油還是植物油 是25克 好 35公克 油是25公克 然後水是40 水40 好等一下考試喔 等一下考試 等一下我考考 等一下問題 等一下問題 等一下 等35克油 油25 我講的很慢應該馬上就我可以寫在下面 水40 然後有的人會在這個 沖泡芙的麵糊的水裡面 加糖跟鹽 我個人是沒有在加 我覺得沒有差 對 有的人會喜歡在裡面下一些 砂糖跟鹽巴 如果你很在意的話 可以加一點點鹽巴 增加它的鹹味 但是像我個人做完覺得不加 就是盡量簡單化 好 那粉呢 我會先去先塞好在紙上 因為我覺得 塞好在紙上 等一下我對折起來 我一鼓作氣倒進那個 我們的小鍋這裡的時候 會比較快速方便 我先過篩 泡芙跟上禮拜的饅頭類不一樣 饅頭類不需要過篩齁 泡芙那個 因為這個粉如果你沒有過篩好的話 它沖下去會結塊 等一下水要滾 我要沖下去那一瞬間 可能要請鏡頭靠近前面 好的 因為它那個其實滾起來很快 要等它是開嘛對不對 對等它其實蠻快的 水跟油開了之後 其實一兩分鐘都開得很快 好我們的水已經開始了 來過了 我下面很 samo 圓現在可以塞滿oo 證明 Comes 大家好 誰刷那麼多 誰刷這麼多 太感人了吧 誰誰刷牙 可以開 沖下去 馬上關火 然後快速攪拌 有點像我們在燙麵 沖下去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你就把它快速的 換成團 像這個步驟我都會建議用橡皮刮刀或木掃就好 利用打蛋器 你還要洗那個一圈一圈 很麻煩耶 所以能用刮刀的就盡量用刮刀 什麼程度叫做好了 你可以看到你的鍋子 有沒有看到薄薄的一層粉在上面 好 那這樣子就是好囉 老師有看到 薄薄一層粉 對 薄薄一層粉黏在你的鍋底的時候 這樣就是好囉 通常這個時候我們會稍微靜置一下下 因為怕你的蛋下去它就會熟掉 你要確定你的麵團是低於溫度85度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可以直接下的原因 其實我們這個份量很少 其實這時候的溫度大部分都在75上下 也不會超過80度 我們可以先測一下 你看 看到這個修復 主要是要溫度不要太高 怕你的蛋下去它會熟掉 對 所以我們盡量將在85度以內這樣 不過這份量很少 除非你自己是沖很大鍋 比如說是這個三倍五倍的量 它才有可能麵糊是到85度 你就需要靜置一下降溫 然後你看它現在停在70多度了 然後好 那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只要確定它沒有超過85度就可以了 好 你過來前面 這個檯面 墊個布好了 一次防身 等一下 要把檯面弄好 這個蛋呢 我會建議 像我們今天的分量原則上是一顆雞蛋就可以 可是因為今天我這邊帶來雞蛋體積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我可能會用到一顆再加一個蛋黃 差不多這樣子的分量 但是要什麼狀態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就是抽不吃飯 然後蛋要先打到另外一個容器裡 避免你打到壞蛋 然後就可以開始 一開始你會覺得怎麼好像 都這樣子 分離散散的有沒有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你 只要持續攪拌 它當然會慢慢吸收 如果蛋大一點的話一顆就夠了 對一顆就夠了 所以不要用蛋的數量來計算 因為這個今天帶來的蛋有比標準的越小一點 好 到像這樣有沒有 它成團了 那我們再來 再加 大概 我覺得大概清 不要一次全部下下去 太濕不好救 太乾可以慢慢救 所以呢我現在先加蛋黃 如果蛋黃加完還太濕的話 我才著亮的加我的蛋白 然後呢 你要打到如果麵糊程度可以了之後呢 你要打到它是呈現表面有點光亮的狀態 沒有出燥感的時候 這樣你做起來跟那個泡粉合的調樣 然後呢 你會看到我其實不是一直在畫圈圈 而是一直在左右拍打 這樣的方式會比較快吸進去喔 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左右拍打 有沒有看到我其實是一直在拍左邊 有啊 可以啊 35克的粉 有剛剛有講 25克的油 油 40克的水 忘記的話到如果來 對 問我 老師結束之後會放在如果的粉絲團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像現在這樣如果你看 它還不留下來 就代表還沒有好 我們要它滴下來的時候 這上面可以呈現光亮的倒三角形的時候 才代表是好喔 那你看你今天雞蛋比較小顆 所以今天大概快要兩顆了 把它殼掉下去 好 橡皮刀就可以來操作了 真的真的真的 雖然說 我都是用打蛋器 雖然說電動打蛋器也可以 但其實 你要是願意洗 當然是OK啦 對啊 我是懶得 所以我就很少用電動的 對啊 這有人在問 可以用電動打蛋器嗎 可以啊 可以 只是我們不喜歡洗東西 防疫期間多多運動 增強免疫力喔 然後呢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好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我說的 漂亮的倒三角下來了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我們持續拍打 只是要讓它麵糊變得光亮而已 只是要讓它麵糊變得光亮而已 哈哈哈哈 消掉了對不對 對 對 好脖子先做 因為喔 泡芙麵糊不用怕 它是一個 你放在這邊一個小時後再回來擠 它都一樣發的起來 它沒有什麼消泡的問題 喔OK 所以 泡芙可以都是 慢動作的慢慢來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就是 啊我如果沒有很快操作的麵糊 我會不會等一下就 長不大了 不會 好 來 注意這時候大概剪一個約0.5公分寬的口 0.5 差不多0.5的口 0.5的開口 然後呢 在你的烤盤上 烤箱要先預熱喔 幾度 上下火都開到200 真的要兩百 對 嗯 因為我們前面要先有足夠的高溫 讓泡芙往上膨脹 然後 你覺得定型之後 你可以把物質降低慢慢烘乾沒關係 然後來可能要請我們的 手機姊姊 靠近你烤盤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做它脖子的部分 所以你要擠出S型的線條裂弧 好 來 先看著囉 大概 長度大概這樣子 總長度大概是8到10公分左右 8到10公分 注意先看喔 因為我們的天鵝是不是 頭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會有一點點嘴嘛 對不對 然後是纖細的脖子 所以呢 你必須要 先細細的 往旁邊拉 然後停一下 把頭擠出來 然後呢 開始畫S型 好可愛喔 好 再做一個 來 脖子喔 嘴巴先來 不要用力輕輕的往上拉 停一下 開始 頭比較大 大一點 好 再拉細 畫一個S型 像我們一盤是6個對不對 我都會建議你大概烤個7、8隻 不然你不要出來不小心弄斷了 你會 你會減一隻啊 OK 這時候呢 進烤箱要記得 我們等一下烤泡 不是放烤盤中間嗎 這個應該10分鐘就好 要讓它上色 所以放進烤箱的 靠近上面的那一層 靠近上面 然後10分鐘就可以了 那時候說不小心弄太多 中間喔 這樣中間OK 這個好像比較小一點 剛說什麼 佩提說什麼 有 我們有回事說 如果弄短度的 不小心弄太多 會變成鴨子 好 對啊 弄太多會變鴨子 好小聰明喔 我知道我在找什麼了 好害怕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出6個圓形了嘛對不對 那你就是把剩下的麵糊用掉喔 我們就不要把麵糊浪費 你手上有多少就把它用掉 所以就平均先配做6個 那有的人擠泡芙 他有個重點是 他很怕他擠不圓 就一直想要這樣子有沒有 嗯 不用 不需要 跟做馬卡龍擠麵糊一樣 你就動著 不要 盯著不要動 在一個高度上面 來看好 不要黏緊你的烤盤 不要喔 在一個高度上面 等一下 我把口減大一點 這時候要把它改成一公分的開口 改成一公分的開口喔 這樣 為什麼要先做脖子 一方面就是 你就一個擠花袋 就可以用完 如果你先做大材 做膀子的話 那你不是用到第二個擠花袋了 那你出脖子啦 對啊 好 你看喔 都沒有動 他自己會一直往旁邊擴張 大概到這樣子 大概是約 4公分上下的寬度 好 我們就換下一個 你覺得他表面尖尖的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都還要再做處理 然後泡芙你一定要給他 至少一個以上的距離寬度 因為他會長1.5倍 有時候甚至到2倍大 看喔 不要靠近烤盤 手沒有動 只是一直同一個位置一直擠 差不多就收一下 這個烤盤 你就一起完成 也不用烤到多次 一個擠花袋把它做完 我們選中間這個做示範好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烤烏龜泡芙呢 我們要做出來的頭跟手腳 看喔 看我們去頭看一下 不要緊黏喔 因為它膨脹過後 你的那個小頭小腳會被蓋住不見 所以保留一點距離 像這樣 一個烤龜頭 尖尖的沒關係 等一下都要做修飾 腳略小一點 不用接觸到你的泡芙喔 因為不然泡芙都要長到 會把它壓過去 然後呢 尾巴拖一下 好 你的夾那個尾巴 是不是我們的烤龜的護膚 那如果你手上剩下麵糊沒用完 看你要做烤龜 還是繼續把其他分配完沒關係 不要想說你做完就不能回頭 不會 原來的點 繼續把它分配下去就好了 那個比較小 這個齁 搭著餅著餅 餅洗在看 都不敢呼吸 來來 為什麼呢 為什麼烤盤上面要噴水 這個水霧很細 為什麼表面要噴水是因為 水蒸氣在進烤箱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烤 你上面這個表面有沒有 它不會那麼快 因為你一進這裡面預熱 表殼就凝結 凝結的話 可以膨脹的速度就沒那麼快 因為它就被定型住了嘛對不對 那它有水蒸氣 它就有時間跟空間 讓它膨脹的漂亮一點才定型 跟那個烤歐包有沒有 是不是進入前 你就會看到他們會 開蒸氣一樣的道理 那個歐包會 這樣子 會讓那個歐包整個膨脹的更漂亮 對 好 那然後呢 我裝一點點水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這表面已經有水 其實它本身是不黏手的 有沒有 修飾一下 對 你就可以稍微壓一下 然後呢 如果覺得會黏手的話呢 就稍微沾一點水就可以了 沒有關係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修飾 包含你這個小烏龜的手腳 好 尾包我們就不修煎 不把它弄圓 就刻意讓它保留尖尖的 好 那像這個呢 我們都弄好了之後 就可以進烤箱 那我們進烤箱呢 溫度一樣200度進去 前面15分鐘用200度 你就會看到它在15分鐘之間會膨脹 因為大概15分鐘過後 它的高度大概就變形了啦 就是等於你有烤好沒烤好你就看得出來了 然後後面的20分鐘 把它調到170度 把它調到170度 這個作用是烘乾內部乾燥 因為內部如果不夠乾燥的話 它會因為只有外殼變硬了 然後內部是軟的 它現在它就變扁扁的 它的原因有很多嘛 一定是溫度不足才會塌嘛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你要進去烤的時候 我們我們total總烤的時間 是不是大概有 30分鐘到35分鐘 前面三分之二的時間 絕對不可以開烤箱 一泄氣它馬上就會塌掉 而且它是回不來的喔 跟漆風有點像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只是把外殼顏色烤出來 它內心還是濕軟的 剛烤出來就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可是冷了之後呢 它會慢慢的有點塌下去 所以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我後面20分鐘要降溫 繼續讓它烘乾 有時候甚至時間到了我會 烤箱開個門而已 就是要讓裡面慢慢烘乾 這樣它烤出來它的酥脆度 就會有點像餅乾一樣 這樣 嗯 我講了 好 行 可以放旁邊嗎 好 放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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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放線 今天脖子比較大隻喔 好 沒關係 今天比較胖 大隻的脖子 來 胖天鵝 來 胖天鵝 很好 然後呢 就先去烤箱 跟老師一樣 哈哈哈 老師都要漢明 好 趁這個時候呢 我這個先放旁邊放涼 因為我們要完全涼閃利用 我們可以來煮一下這個 內餡的部分 那內餡的部分呢 一樣一個小鍋 時間有條嗎 卡士達醬嗎 那我們今天呢 配六個天鵝泡泡的內餡 配六個天鵝泡泡的內餡 我要用到的是一顆雞蛋的蛋黃 真的耶 這鍋子一丟 好 應該 我們只要把它卡住 我使用一個蛋黃 今天的鍋子都好漂亮喔 真的嗎 對啊 等一下我有帶細版的啦 今天的鍋子是比較粗的 然後呢 這裡有大概25到30的糖 所以個人喜好啦 25到30的糖 可以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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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子說嘛 然後呢 我加大概 10公克左右的麵線 一樣什麼精度都沒關係齁 可以手感 糖是25-30 25-30 像面粉10左右 好 糖跟面粉 然後一樣把它攪拌均勻 像這樣子面粉都看不到了之後呢 我就把150cc的牛奶加下去 150cc的牛奶加下去 放到看不到顆粒為止就好 你很擔心的話你可以用綠網過濾一次 如果你擔心會有顆粒的話可以用綠網過濾一次 但是如果你的粉有過篩過的話 基本上還好 這時候呢我來另外帶一個東西交給大家 就是香草 有看到這一罐嗎 太厲害了 自己有看到嗎 這是我買的香草豆莢 那台灣因為潮濕的關係 國外它會叫你香草豆莢不要冰 因為冰的香氣會流失 可是在台灣不冰很容易發霉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一瓶香草豆 我把它用萊姆酒灌到滿 一個月後它會變黑色的 你把它濾出來再換新的萊姆酒進去 然後濾出來的這個酒呢就是我 你在市面上買的那個香草精有沒有 天然香草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在加水稀釋 那今天帶來的是這個純的給大家 所以我幫大家加一點在我們牛奶裡面 好 今天不加香草籽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想要那個 天鵝的那個身體部分可以來黑黑一點一點的齁 長切斑了 對 對 所以就可以 我要切斑了 所以我們要看 是不是濃濃的冰淇淋的香味 對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快速的攪拌 讓它變濃稠 下面是有內餡 下面也沒有火 有有有 有小火 有火 裝小火就可以了 它其實這個份量很少蠻快的 所以大概這邊應該在 呃 你多煮個三分鐘 我個人認為就好了這樣 甚至你可以牛奶先預熱 讓它是溫熱溫熱的 它就會更快煮好 但是不要到牛奶沸騰喔 省得沖下去你剛剛那個麵糊跟蛋有沒有 你沒拌好它會那個 節力快快的沖 那你總不知道什麼做好了 它大概開始變濃稠 而且泡泡 注意看喔 等一下泡泡會在一瞬間全部消息了 它在變濃的那一瞬間泡泡會全部消失 因為是基本的卡斯達醬就好了 那當然 等一下我們這個醬做好之後呢 因為要放涼才能用 我不是很建議各位 就是你一直放在旁邊放涼 最好可以有個冰水 可以快速的隔冰水降溫 因為卡斯達醬是一個 蛋跟奶都比例這麼重的東西 如果你在室溫下 讓它慢慢降溫的話 30多度到60多度之間的溫度有沒有 是最容易滋生細菌的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細菌營養員這樣子 所以我會建議你最好都有備冰水來快速降溫 那我已經有做好一份放在冰箱裡面了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直接來操作 我可以說老爐還是一樣的帥那當然 不帥不敢來呢 好 來啊它已經變濃了 來 幸好準備靠近你可以看到我的泡泡開始慢慢變不見了 有沒有看到 變濃稠之後你就會看到剛剛表面那些細細的泡泡的不見了 然後這個時候大概 可以蘇果觀察一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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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留在原地它不會 不見有沒有 像打發的蛋白一樣那種感覺 我移過來一點給大家看 因為它會繼續加熱 因為這個鍋子保溫效果很好吃 有沒有看到 我畫起來 它是不是在原地都不會那個消消去不見 代表它冷了就會再更凝固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看到這個是我預做好的Cream 你看到它冷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沒有那麼細緻有沒有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做最後一個動作 才可以做 就是這裡有這個 奶油的部分 那我剛剛是不是用了150CC 去做我們一份的Cream 那我們一份的Cream 大概額外 像這樣冷卻之後 要加上這個 室溫軟化喔 不要太軟 像這樣室溫軟化的奶油 按下去的程度 然後 大概40到50克都可以啦 這樣 你可以接受到吃油一點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子 所以我這裡有兩份 我把它下下去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自己攪拌 也可以選擇電動打扮器 我現在用電動打扮器 就用我節省時間 讓它快速混拌在一起 因為我們要趕快進行到 除了部分 這樣鏡頭過得來嗎 可以啊 好 停一下 然後我把旁邊的刮下去 可以看得出來顏色變白了對不對 我們奶油跟Cream進去 你看到沒 這個是奶油混打前的Cream的顏色 黃黃稠稠的 奶油加進去 空氣加進去都會變蓬鬆變白 等一下這樣擠出來的奶油才會漂亮 然後一樣 再準備一個擠刷袋 那你沒有這個G型花嘴也沒關係 只是讓它這個只是擠出來線條會比較漂亮一點 沒有的話這邊剪一個孔一樣可以用 所以不用特地為了做一樣東西去買 因為剛好有就拿來用 好夠了 這樣就可以緊急到最後的組裝階段 其實真的不難耶 前面做泡芙的部分 搞不好很多老師的那個 男生朋友們都已經是高手了 但是大家都只想知道說 天鵝是怎麼出來的 對 脖子怎麼來的 烏龜怎麼來的 對 接下來呢 我來把這個 因為我們的泡芙還在烤箱裡面嗎 你是不是火先調小一點 我已經烤小了 我已經烤小了 沒關係 可以 我已經烤小了 我把這個 因為烤好的泡芙拿出來 這個是我剛剛一樣用 用植物油烤的 然後用水 然後用高筋麵粉 烤出來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就是還有另外一個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了一下 開口的脖子做出來除夕 我可以拿一隻我們剛剛 稍早做的 剛剛這個在現場做的嘛 這個是在現場做的大小 這個是在現場做的大小 好像喔 這個是我在家裡 預烤的大小 其實粗性也可以自己掌控 所以那個口 在剪的時候 自己可以振作一下 然後我這個呢 因為每個烤箱烤出來的 色調有沒有 會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現在先用這個 預烤好的這一批 來做這個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子他的感覺 同質性會比較強一點 直接來多上操作啦 呃 呃余明章問說 是 Creamer線加打發鮮奶油 跟奶油的差別 香味不同 打發鮮奶油喔 比較香 其實是因為那個 奶油的硬挺度比較好 你做出來的天鵝尾巴 會覺得漂亮 硬挺度 對 而且它在室溫下 比較不容易變形或融化 如果是打發鮮奶油的話 它在室溫下 放不了多久 你的尾巴就會開始 變軟 變塌 它本來是很囂張的尾巴 就會變成垂頭上進的尾巴 就會有點可惜 而且我個人覺得 Creamer搭配一點點奶油 它的香甜味比較不會被吸濕掉 我反而覺得打發鮮奶油 會吸濕掉它的味道 好 可以囉 那我要進行下一步驟囉 好 我們烤到我的泡芙齁 來 像這樣子 從三分之一處 切開 平切過來 然後呢 平切對不對 哇 泡芙很漂亮的空洞出來 對不對 這時候呢 你切開來蓋子要幹嘛 看好了 我剛剛是不是這樣切開對不對 拿下來 轉過來 從中剖一半 變兩個 這時候呢 來 翅膀 對 它是我的小翅膀 好小喔 好 因為它 上面在這 好 記住喔 屁股地方收尾 好 收尾 然後呢 我挑一個天鵝的脖子 好可愛喔 我摘掉一點點 放進來 翅膀 翅膀看好囉 一左一右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有發現 切開的翅膀 其實是一邊直線 一邊有弧度的有沒有 對 我習慣是有弧度的那邊 我讓它朝外 對 大概在中後方的位置這樣子 哦 也太美了吧 我的天啊 放上來 有沒有 我們就把它放在 快揮起來了耶 對啊 所以這個翅膀呢 你要讓它多髒 我轉一下我的方向 這樣我比較好瞧 好 就可以 可以關掉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關掉了 然後弄到燈 超美的 超美的 好 再做一芝麻 好 盤子需要移開嗎 不用啊 好 那就再來囉 三分之一處切開 好 一樣 切半 好 我們一樣擠一擠一擠 快好的時候呢 尾巴這邊 稍微拉一下 讓它尖尖的 然後呢 我們挑一個天鵝頭 看到尖尖的尾巴 嗯 挑天鵝頭 那這個因為勾勾會露出來 我通常會摘掉一點點 放上去 然後呢一樣 這個翅膀齁 要多瘦還是要多髒 可以自己決定 嗯嗯嗯 就算我剛剛講的 你的天鵝可以有很多姿態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它 好 這隻是母的啊 母天鵝 白色情節也要到了 現在大家不方便去外面吃飯有沒有 趕快學一下這個 人家給男朋友吃還是女朋友吃 大家在家裡開心過就好了 有沒有 對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樣擺個愛心這樣有沒有 等一下撒個糖粉 就像夏天鵝 這邊要來撒糖 你這樣擺會這樣 好好好 太美了 要來囉 OK了嗎 好 可以 飄血了飄血了下血了 給大家幫忙截圖 是嗎 哈哈哈哈 飄血了飄血了飄血了 哇好美喔 下血了 像這樣的盤子 如果這裡放顆草莓 弄兩片破口 不用買玫瑰花了 是不是 這樣子就多浪漫了 我們要繼續做完 還是要先請老師試吃 那我先做完 先做完是嗎 好 哇老師喔 尾巴尾巴尾巴 尾巴尾巴 尾巴尾巴尾巴 尾巴尾巴尾巴 哇 那這轉掉一點 啊哈哈哈哈哈哈 斷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炒這麼多的 斷頭就可以自己先吃了 老師你想吃也不要故意把它扭斷啊 就是啊 現在要用慶功 哇 哇 你不要再吃第二根喔 這個 我再用力按了 好 來 讓它灰嗎 灰啊灰 要側面一點稍微轉側一點 對對對烘烤麵要炒外 對對對 好 灰上天 這都有方法的齁 對 我靠面朝外 對 好 你看有沒有 揮起來了揮起來了 揮起來了 要拿起來笑一個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 這是我的天人 這是老師的天人喔 還沒 還沒飄雪 那旁邊就好 因為不可以三人形太急了 哈哈哈哈 沒錯 都不能三人形 不可以三人形 她是她的那個啊 小baby啊 小baby有這麼小隻嗎 這麼大隻啊 這麼大隻 好我給各位看一下 好可愛喔 然後呢 我們剛剛 我給各位看到嘛 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我今天拿了一個比照組跟對照組來 我烤大號的 可以看一下 這是烤成功 這是烤失敗的嘛 對不對 烤失敗其實你也不要難過 因為其實齁 扁扁的 你把它切開來 灰了滿滿的線 裝了翅膀 誰看得出來你也沒烤成功 有沒有 所以天人的泡芙 反而是就你烤他掉的泡芙 很好的一個處理方法 欸 對不對 那我切掉了 變成翅膀 線擠得滿滿的 誰看得出來我泡芙 有沒有烤得漂亮 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喔 不管你是烤蓬的 還是烤這個 扁的 都可以都不要浪費喔 那接下來我們這樣就要提到 剛剛我們是不是 這個 我們的小烏龜泡芙就要來了 小烏龜 好可愛喔 我們今天雙雙對對對 來 好可愛喔 剛剛擠那個還看不太出來 欸這個可以拿去拜拜 欸對齁 可以帶鼓呼 那這樣子 拜鼓 好可愛喔 像這個烏龜泡芙呢 它擠的方式就很簡單啊 就跟那個 我們可以隨便拿個剪刀 或者是什麼 屁股剛剛抽個洞 喔從後面 關進去 然後後面關進去就好了 那你可以用小一點的花嘴 因為我今天這個口是比較大的 好 哇這不用切開啦 我切開 你看裂得好漂亮喔 是啊 才會像龜泡芙 嗯 好 龜泡芙 到底今天如果你有巧克力的話 有沒有 融化 點兩個眼睛 天而我不點是因為 我覺得眼睛沒點好 變脫窗會很可惜 沒有眼睛會比較有意境 比較浪漫這樣 看一下 好 好 小烏龜就可以有享受那種 一口咬下的爆滿的爽感 知道嗎 好 這裡 真可愛喔 好 烏龜也要撒糖粉嗎 要要要要要 我們繼續再來囉 我們再飄雪 不管是烏龜還是天鵝齁 都沒關係我們都雙雙對對 快喔 現在個禮拜六就是新人節囉 白色新人節大家可以再過 對不對 不能出去沒關係我們有各種驗變方法 太棒了 欸 好 然後我們今天就完成了耶 那你大小呢 不要 我記得喔 你想烤大的小的都沒關係 可是不要大小同一盆烤 因為他們的出爐時間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烤大的就是這一盤都是大的 要烤小顆的就是這一盤 這一盤都是小顆的 但是你麵糊可以全部一次做起來 沒有問題齁 不用說什麼烤完了大顆的 然後又要再煮一盤小盤的那個麵糊不用 全部副放你要的麵糊的份量 然後大小盤就可以自己去點這樣 然後那還有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做這種大泡芙有沒有 還有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在要做卡士達跟 裡面這個Creamo之前有沒有 裡面可以藏一顆草莓 因為它有空間 吃下去就會有酸甜感 因為Cream跟草莓就很配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嘗一口草莓 然後再把它覆蓋住 拉出來 一樣很漂亮 而且吃會有驚豔感 是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對啊 長草莓巧思耶 好夢幻喔 夢幻 對啊 真的 然後一個驚喜 一養下去就一個驚喜 你看這多可愛喔 感覺到天后在上天了 還有這個烏龜喔 這真的是唯妙唯笑 真的唯妙唯笑 而且簡單耶 太驚訝了 同一個烤盤就可以做 你不用像有的人會叫你分開烤 然後用蘸巧克力把它黏黏在一起有沒有 預備 好好好 就做一盤烤盤就好了 自己這樣就要留上去 太棒了 是不是大家都已經看清楚了 太美了 好厲害吧 好棒對不對 我們非常謝謝Lucas老師 有眼中揚眉過來 不會 你要好好收養 太感激了 太感激了 喔 不好 捨不得破壞它 捨不得破壞它 捨不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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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大家都看清楚了 趁最後趕快再按愛心刷 總盤愛心 幫老師用力分享啦 對 按分享就行 然後食譜請到如果的粉磚上面去看 會有詳細的食譜跟做法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Lucas老師 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